各位品迷网的读者大家好 我是庄才勋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跟各位介绍这一款 很特别的西班牙的白酒 这款来自Rioja的白酒 是由三种不同的葡萄品种 所酿造而成 50%用Fiora 30%用Mavasia 20%用Ganacha Blanca 或者是Bianco 或者是Blanca所酿造出来的酒 这一款比较较为浓郁的Rioja的白酒 因为有在橡木桶成年 所以有别于其他的白酒的风格 就整个的味道而言 它有比较多的这一个 所谓的花香 还有所谓的水蜜桃 还有很丰富很特别的 这一个柑橘的气味 那就口感的部分 因为这个地方的气候 相对来讲凉爽 所以口中所采收到的葡萄的酸度 也基本上很高 所以会基本上因为有了这个 浓郁的果香 再加上这个比较高的酸度 所以整个口中的感觉 基本上是非常均衡的 好 那在餐酒搭配的部分 我会建议这一款酒 因为比较浓郁 所以我们搭配菜肴呢 可以搭配一些比较类似于像烤鸡 或者是类似于用奶油酱汁 所去烹饪出来 或者是淋上的这些的意大利面 那或者是呢 甚至于像比较浓郁一点点 比较味道稍微重一点点的猪肉 我觉得也很适合来做这一款酒的搭配 谢谢大家